柯文哲10.6% 賴湘寧把你們家的 誰家的狗把牽回去 因為你講的狗這件事情 傷到了 我認為傷到柯文哲 朱立倫更簡單 3.2% 特別是7% 變成3.2% 那很簡單 他被魚害到了 魚死網破 國民黨跟民眾黨大崩盤 2024總統大選民調 我們先看看我們的民調 先貼幾個數字看一下 好 這個是4月份的民調 就是說賴清德30.9% 侯友宜22.2% 然後柯文哲10.6% 陳建仁是我們這次新放進去的 8.6% 因為我們上一次放蘇貞昌 他掛掉了 我把他拿掉了 那最遠的就是我們的太子爺 鄭文燦 鄭文燦現在已經安心當市長 他大概不會暫時 脫離這個總統局了 鄭文燦應該現在比較專心注意市政 然後朱立倫3.2% 昏倒 我跟你講這五個人 好我現在講的問題是 我們哪一個 這個就非常離譜的事情發生了 這裡面有兩個我認為有意義的分析 我先跟大家報告一下 第一個 柯文哲10.6% 柯文哲最高17% 柯文哲我是挺他的人對不對 為什麼17變10.6% 很簡單我認為一件事情發生 他說 就是他那個狗原老闆的事情搞壞 賴香菱 賴香菱把你們家的誰家的狗把牽回去 因為你講的狗這件事情傷到了 我認為傷到柯文哲 比較簡單解讀 然後第二個 朱立倫更簡單3.2% 他變成7%被3.2% 那很簡單 他被魚害到了 對不對 一個是被狗害到 一個被魚害到 魚死網破 對不對 他是被羅志強一咬把他搞死掉了 3.2%理論上我下次不應該要做他的 你知道嗎 就是國民黨要擺2% 我們來看一下 然後這個 比較意外的是陳建仁8.6% 賴清德上禮拜35% 何友宇21.9%沒有變化 朱立倫14.3% 你們現在回去看 2021年的6月份的時候 柯文哲是17% 柯文哲一個人17% 他代表民眾黨多強的時候 現在回到現在變成多少 今天變成10% 10.6% 10%選個鬼頭啊 10%就跟趙少康快差不多了 對不對 趙少康你不要看他喔 趙少康如果好好爭取一下的話 因為如果我們肯定 今天的這個數據的話 是陳建仁對不對 陳建仁是8.6% 趙少康跟陳建仁是誤差之類 所以國民黨應該要考慮 你真的要考慮趙少康出來 因為朱立倫是3.2% 3.2%大概應該 你認為有機會嗎 當然是沒機會 比蘇貞昌還低耶 蘇貞昌最差的時候 還有3.7% 蘇貞昌是行政院長3.7% 可是趙少康只是一個電視主持人6.1% 你們不要看 趙少康在2021年我做一次 我要嫌他太低就把他拿掉了 趙大哥我對不起你好不好 我現在發現你6.1% 原來是在後段班的前段 這個我完全對不起趙大哥 你知道嗎 現在有蘇貞昌3.7% 有鄭文燦4.3% 有朱立倫幹到3.2%了 所以現在朱立倫在家裡 是不是應該要哭哭啊 他這個總統這個夢想 這個總統他沒有 可是我們要替蘭金找候選人的話 其實只有兩個嘛 侯友宜22%你看 侯友宜從頭到尾就是22%不動嘛 那我現在講的意思是 這個情況就是剛剛講的問題了 因為然後賴清德怪了 掉了4%多 賴清德也往下掉 然後突然間出現了陳建仁 所以陳建仁跟賴清德兩個 我們可以把它加一下 陳建仁跟賴清德兩個加起來的話 大概39%左右 然後侯友宜加上柯文哲是32% 然後再加上朱立倫是36% 你看看有沒有 藍綠相當 綠軍總加起來39% 藍軍總加起來36% 藍綠相當嘛 現在變成藍軍就是只有侯友宜一個人一枝獨秀 沒有另外一個人可以出來 藍軍一枝獨不管他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今天知道藍軍多弱 國民黨這一次又掉了3.7% 國民黨又掉3.7% 然後民進黨掉了4.8% 為什麼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國民黨實在有夠差 國民黨剩22.5% 國民黨主席剩3% 這個選個鬼頭 2022還要選嗎 不用選了嘛對不對 然後國民黨還是一樣 現在討厭他的人 有59.9% 100個人60個人討厭國民黨 然後這個 你看 這個整個 國民黨的好感度升22.5%了 又降了3.7% 所以朱立倫領導的國民黨一路下滑到現在 然後我們對全國的經濟評估 大概有看壞的 看好的人降了6%了 然後看壞的人升了6%多 來回差12% 所以你就知道 現在整體經濟評估現在評估 雖然超過負面評價超過6成 大概全部看壞 然後蔡英文的信任度降了3%多 蔡英文還好的誤差值累了我覺得 然後滿意度蔡英文5成6 蔡英文還是高檔強勢不得了 然後蘇貞昌的滿意度也還好降了0.8%而已 所以你看有沒有 執政黨都沒有變化 然後國民黨 這個國民黨跟民眾黨大崩盤 這是我今天看到這個民調的這個現象 蘇貞昌49.9%比43.7% 你看都接近半數 但是蘇貞昌有爭議 兩面爭議性 因為49%比43% 這表示有基本盤在挺他 然後有沒有蔡總統的滿意度 沒有56% 蔡總統還是56% 都已經快要下台了 還那麼高 然後每天還去搞賴清德 天天在搞賴清德 搞鷹派啊搞什麼派啊 結果56% 所以我們如果以上 就是我們看到這次美立黨民調 整個國政調查 從總統院長到2024總統 好現在就到現在為止 那我們現在反過來 就要請教一下兩位 你怎麼看這個 我認為這個表現數據 就告訴我們一個答案 就是說國民黨很弱 所以民進黨推個西瓜出來 都會贏 那陳時中就是那個西瓜 有辦法 2022選舉怎麼辦 很簡單 我們討厭 我們非常憤怒 這批人當我們的父母官嘛 那蘇貞昌陳時中我非常憤怒 那他們還要繼續幹嘛 傳出來蘇貞昌要幹到2024 行政院長你也看到嗎 那這怎麼辦呢 這怎麼辦 我們媒體剛剛就關門打陽算 直接下去 我每天頂著一個什麼 我每天頂著被他告的風險 你知道嗎 那到底有沒有告你啊 到現在沒有 蘇貞昌跟陳時中 到現在都沒有告我 算是 平安議長算是對我 還算是比較 郭台銘本人啊 我透過非常非常密切的關係 去徵詢郭台銘本人意見 他是非常清楚的告訴我說 他絕對不會選 真的嗎 他講的斬釘鐵鐵的告訴我 他不會選 真的嗎 他說的嘛 他既然這樣說了 那我把他放進去變得很奇怪一個事情 他有沒有說彈書 他有沒有說有沒有可能 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我就會選 他有沒有這樣講 沒有沒有 他不會選 他郭台銘基本上他會 我認為啦 郭台銘應該他會支持侯友宜 看來這個情況沒有選擇嘛 藍軍應該會支持侯友宜啦 那我認為郭台銘 郭台銘要支持22%的吧 不會支持3%吧 自己的傾銷工作要做好 所以我再次給大家推薦 旺旺水神機 有一種比較大的一種 這個霧化器 大的霧化器呢 它大概有4公升 小的地方像這2到3瓶左右 你可以買這種小型的霧化器 怎麼買呢 來這邊有個QR Code 買的話請你輸入CTI285